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五十期了 首先呢我来读一条一位听众在喜马拉雅上给节目的评价 那今天的这条评价呢来自曼狗 他说超爱宇娟的这个节目声音舒服内容也超赞 每次都能带给我新的启发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啊 非常感谢曼狗 每次读大家的留言呢都会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自己呢也是真的希望可以一直把这个节目长期的做下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大家的支持真的非常的开心 如果你也听过几期节目 并且还挺喜欢的话 你希望你可以在喜马拉雅上给这个节目打新评分 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节目被更多的人听到 那介绍一下今天请来的嘉宾吧 小七呢在微博上是一位知名的摄影博主 认识到他呢也是因为之前第42期节目中请来的手杖达人小宇 他们两位呢一起建立并且运营着一个非常大的手杖社群 在跟小七聊的过程中呢就发现 他非常完美的把自己的爱好工作甚至是副业都高度一致的结合在了一起 那连接这些的主线呢就是他对美的欣赏力表达力 还有他非常想要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再分享出来 让更多的人可以跟他一样热爱生活 特别喜欢他在自我介绍中写到的一句话 擅长将自身对生活的美学体验融入文字和照片中 带来大家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 如果你也热爱美好的事物 并且好奇小七是如何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热情 并且坚定地成为自己的 就一起来听节目吧 哈喽大家好 那我是叫小七 目前坐标魔都 然后是一位美学行业一家企业的市场负责人 那同时现在我还跟我的朋友小宇 主理一个手架社群品牌 那工作之外呢 我是一名独立的摄影师 然后会热爱拍照 然后也是一个博主吧 摄影博主家 其实你身份也蛮多的 就是但是我感觉一个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 就是都是跟美学有关的感觉 因为手帐啊拍照摄影 其实都是那种把美好的东西表现出来的一种感觉 对 因为最初其实我的职业也并不是在美学领域 只不过是刚好可能我所擅长的 然后我兴趣的 然后吸引我找到了这个行业 然后所以现在刚好也是从事 真正是从事比较专业的美学行业 然后做市场上 哦 ok 那其实像你现在做这种美学行业 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美学行业它其实还蛮多维度了 就是最初大家觉得美学可能是第一 形象管理 第二个可能是生活美学 那还有就是可能商业美学等等 还有比如说艺术艺鉴赏啊 这一方面 就是美的维度它可以 它还蛮多种 那现在我从事的 做的教育 美学它是从四个维度 就我刚刚说的 社交美学 形象美学 商业美学和生活美学 嗯 所以就四个板块的都有是吗 都有像 对 都有设计 嗯 所以刚刚你提到 其实现在这个工作 就是你比较热爱的了是吗 对 这工作是我热爱的 嗯 具体哪些方面呢 你觉得你最最喜欢的地方 嗯 我最喜欢的是因为我接触 我感兴趣的 嗯 方向 然后我在做的事情 它能让我不断的跟美学打交道 那虽然我是热爱美学 但是在这个美学领域 其实我觉得我也并不是说 可能在知识层面 理论层面 我并不是很知道的 那专业方向上 那怎么去 在这个细分领域 其实美学还是蛮少众的 嗯 就是所以会让我更加的了解 在这一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一方面有成长 所以现在的工作都能让我 就是对美学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以及可能从一个本来 以为只是可能形象管理 发现其实美学背后 还可能跟时尚啊 艺术相关 它能整个让我的一个美感力 可能提升也好 然后对美的见识也会有所提升 嗯 那我还蛮好奇 就是如果你之前不是做这个的话 你是怎么样就是找到 现在这个你这么热爱的东西的呢 嗯 其实第一次我接收到就是 我发现我很喜欢接触美 或者说我很擅长欣赏美 的这个部分 其实最初来 还是来自于身边朋友的评价 就比如说我每次分享的图片 然后在他们看来就觉得 你为什么拍的这么好 嗯 然后比如说在生活里 展现美的这件事情 我比如会从设计海报 比如说公众号的拍板 就是会被常常夸说 很有美感 一个人风格 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说 可能我在这件事情上的能力 是高于平均值的 然后再加上我本身 又有热爱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 我又会刻意地训练它 所以这方面不断地有所积累 就会越来越上场 所以从刚开始意识到 我喜欢这件事情 到后面通过伙伴啊 工作啊 就反馈到我这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可能是我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 嗯嗯嗯 对我觉得你刚提到那个部分 的确蛮重要的 很多时候其实身边的人 就已经会给我们这样的反馈了 对因为很多时候 你可能无法 无法就是还是得来 都得收获一些反馈 让你意识到 你这件事情 是在别人看来 是很棒啊 嗯 如果你自己 沉迷的一件东西 如果没有外界反馈 你很难知道 哎我原来 其实在这一方面 是有自己的能力的 嗯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清晰 嗯 对对对 那关于就是 比如说你提到 你从小 你就很喜欢 这种美的东西的这一点 你觉得你最早有意识 是什么时候呢 最早有意识 我觉得 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 我在选物品 然后我在拍照片的角度 他们会觉得是美的 所以在我可能 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刚刚接触手帐 嗯 那个时候 因为手帐 看到的手帐页面都很美嘛 然后我自己就会 也会学着 把手帐 写的美美搭 然后拍的美美的 去在网络上 分享出去 然后那个时候 可能就有 第一批 可能去关注我的人 然后所以 真正意义上 我意识到 我在进行 相关美的 输出的时候 是在16年 因为以前 可能是读书 读书的时候 其实没那么的时间 拍照 或者说 接触外界的世界 那16年的时候 我刚好在新加坡读研 嗯 所以大量的时间 去体验这个城市 体验新加坡也好 去学习手帐也好 然后那个时候 也是我踏入 那个 镇影圈的开始 所以就是 整个 让我觉得 我有 美的能力 以及我开始去 论真做这件事情 是在16年 嗯 对 我想到 小宇 在之前采访的时候 她有提到 就是你们认识 也是那个时候 就是两边 就你们两个都是 那个时候 大概开始 开始做手帐的 然后当时就 好像有认识到 然后就一起 合作起来了 对 因为也是 蛮巧的一个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 我刚开始写手帐 然后就遇上了她 那个时候 我也是刚开始 在新加坡生活 嗯 所以就是 而且我本身 是体验性能够 体验性能够 可能就是 我不会宅在家里 我一定可能 周末就要去拍拍照啊 然后再加上 还有一点 那个时候 我的工作是 需要经常出差 在国内 所以我基本是 每 全国各地跑 就是全国各地的出差 让我有很丰富的体验 那我又是 很喜欢分享的人 所以就是 在那段时间 又能把 自己的体验 通过文字 通过手帐 以及通过照片的 警示分享出去 哦 你刚提到是 你先来新加坡 这边读的研究生 然后就 待在这边一段时间 还是你很快 就回国了呢 我在新加坡 有四五年了 嗯 然后就是 读完Master之后呢 我有留下来 过多两年多吧 嗯 对 所以就 你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 你用那种 照片的形式 开始记录生活吧 就是去分享出来 就也是从 那个时间开始的 嗯 对 就是因为 16年的时候 因为我在网络上 一方面接触了手帐 然后一方面 我也通过网络 可能关注到 自己喜欢的摄影师 然后也是 那个时候 可能 他们表达出了 摄影的美好 然后引导我 可能也想好好拍照 所以在那个时候 除了玩手帐 也开始玩了摄影 嗯 虽然我最初 记录生活是用手帐嘛 但是后面我发现 我用照片 更能 或者说 是我更擅长 擅长的班式 去表达 收获的一些港 嗯 嗯 是 因为在女朋友圈 就可以看到 你真的 超多照片 而且特别美 真的 对 所以你觉得 在整个这个过程吧 就假设你说 你从16年开始 比较多接触 手帐跟摄影嘛 那从那个时候 一直到现在 你觉得在这段 这几年之中吧 你最大的收获 或者说有哪些收获呢 嗯 因为 无论是手帐和摄影 我觉得都 都展现出了 我真的很爱记录 嗯 所以就是 上册 可能 虽然我现在 写的手帐本 不是那么 不像小语啊 就是每天 写的那么多 然后分享很多 我更多的是 通过照片的形式 那 上册 就是我的手帐本 然后我觉得 它代表了我 很爱体验 生活 然后很热爱生活 然后它能让我 从多维度的 去观察生活 如果整个过程中 我觉得 收获最大的话 我会觉得 它这个习惯 会让我成为 一个生活的观察者 就是 嗯 因为你需要用 你手中的相机 然后你的眼睛 去 去记录下 拍下 每一个瞬间 或者说你想去 记录下的事情 然后你会 更有 比较强的 生活感之力 那 当你 从 当你的观察 很丰富的时候 其实你的 思想的纯面 也是在成长的 它会让你看 但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和我自己 所观察到的世界 会越来越有趣 所以我 有一句话 是我特别认同的 因为我觉得 我所拍下的照片 其实就是 我读过的书 看过的电影 可能走过的路 爱过的人 所以就是 我就觉得 这一句话 比较能 真的是代表 我就是 想要用照片 记录生活的 一个初心吧 嗯 你刚刚其实 还提到一点 就是它 除了就是让你的 观察 还有说感官 更加 敏锐之外呢 其实它也是 让你好像 更加了解自己了 你觉得 在关于对自己 的了解方面 就是通过拍照 和手照 你有什么样 新的认识呢 我觉得对于 怎么去认识我自己 我会觉得 因为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认识自己 一方面是 自己对自己也认识 更多的其实 还是通过外界 给你的反馈 然后帮助你 发现原来我是 上场这个的 原来我是 这种性格的 然后不断地 与外界 与身边的伙伴 或者说 其实说实话 就是你跟 世界的交流 你要用哪种方式 那照片的方式 是让我意识到 原来我真的很 热爱美学 这是说明 它让我意识到 我上场的部分 是哪一个部分 如果你没有通过 交流的方式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 我喜欢什么 我热爱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 第一个方向 是能够帮助我 找到自己 所热爱的领域 其他的方式 我会觉得是通过 这种体验吧 因为说到底 因为你要记录 就代表你一定是要有 你的人生故事的 那你人生的故事 一定是更多的是 去体验 去参与 去记录 那通过记录的话 你就会越来越 这是一个过程 会越来越了解 自己的想法 你如果不是在 就是进行 很全方位的记录的时候 很多时候感受 你是自己是 没办法 那么容易察觉到的 就比如说 你会发现自己的性格 通过记录的方式 我原来是有这一面的 因为我如果去拍下 不同风格的照片 我还有另外一面 他每一面 每个照片表达出来的情绪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你就会对自己的了解 可能更加丰富吧 不会那么大 对听你在讲这些的时候 我发现在想说 就是你比如说 我听得出来 就是比如你在拍照 或者说在记录 是感觉是多了一个角度 在去观察自己 跟体验这个事情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比如说 因为我在想 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擅长 就是在生活中 去把它记录下来的人 但我会比较想去体验 那比如说我在想 假如我去参与 我去一个集市 然后如果一边在记录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会 好像参与的部分 会少一点吗 我明白 你就是如果 记录本身大于 参与的意义会怎么样 是吗 对就是我比较好奇 在你看来是更丰富了呢 还是说 你是更喜欢记录的这个部分 所以参与的部分 会少一点之类的 我会觉得还是 首先 我觉得参与是 还是排第一的 因为你只有参与 有人才能体验 只不过是说记录 因为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方式 有的人不一定通过 拍下记录 可能他内心是很丰富的 他可能通过文字 或者说通过 更加内敛的 其他的方式去 去表达出自己 参与这件事情 所收获的 那我是因为 记录已经 这已经是我养成的习惯了 我觉得它是我 参与的一部分 那但是我还是会保证 在参与度还是足够 如果是比如说 我当我的记录的方式 会影响到我的参与度的时候 就比如说旅行 很多人觉得你是拍 还是你完全沉浸在当中 那其实我会觉得 还是看个人 我会 我的第一个准则 还是要让自己 比较的完全的体验到 只不过是说 你的能力如果 像我是因为记录 其实是很快的 我不会因为可能为了拍这张照片 美 我可能舍弃到我去观察它 那其实我是 我的记录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很迅速的 然后也是很短的 那因为加上我可能一些技巧吧 所以让我在又不能损失 参与感的同时 我也能把它捕捉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去 越来越自己的 能够平衡的一种方式 那我自己是偏向于参与 是优先于记录的 因为还是要把自己投入到 参与当中 体验当中 会比较好 对对 你这样讲 我就蛮理解的 的确可能像你说的 就是现在的你来记录一些照片 其实是不用花太多时间的 你可能还是可以充分的参与 然后很快的拍 就可以拍出很好的照片了 对 那因为有的时候 是有职业化的选择 就比如说 美食博主 那他其实因为没办法是他的工作方式 那他在吃一顿饭的时候 可能就是先要做记录 那其实 其实这个就需要自己平衡 如果他能够很快的去完成 他职业化的那一面 那他其实也能很好的享受美食的 就是只要能建立好自己的一个标准 那其实我觉得两个是相互相成的 对 你说的也真的蛮棒的 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 他其实都的确是有这种 可能像网络世界吧 就大家其实都很多人都在做这样记录的工作 不管是拍视频啊 对 然后发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我会觉得说 那会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但是可能就是看你怎么去平衡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 一边是享受参与 一边是你要记录 然后甚至你如果把他当工作要挣钱的话 你当然可能要在那个方面多花一点心思吧 对 其实就是不同的程度 他可能时间配比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时候拍累了 或者说我今天可能就是不想记录 就是想让自己好好的去观察生活 或者说体验吧 那我可能真的今天也不会选择拍照 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当你有热情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 就像我回到底 我觉得还回归最初对吧 我就觉得记录的初心 还是你要好好的体验嘛 那在你保证初心的情况下 你用你的方式去记录就好了 这里面我觉得就涉及到一个词最关键 我觉得就是平衡 就是你要平衡 你想要的跟你真正 就是你还是最想要什么 就是虽然网络上很多人都愿意去分享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那种为了拍照 我拍照 就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 我是想拍你们的照片而去的 我不是 我可能更多的是 我会我选择一家店 就是因为我平时有探见的习惯嘛 然后如果我去一家很棒的店的时候 我其实在刚开始 我会去调查这个咖啡店背后的主人的故事 或者说这家店的老板建立的初心 我可能去很多维度的先去了解他 当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之后 我可能就想说我想去认识一下这家店 然后所以这初心一定是要 我觉得是要把握好的 对你讲到这个探店的 我自己还有一点就是很好奇的点 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咖啡店 然后也探过很多很多店 对然后但是我 我其实是因为我不会很主动去拍照或记录 只是有时候自己的拍 自己拍一点 然后更多的是其实是去交流 跟咖啡店老板聊啊 喝咖啡啊这种 对那我比较好奇 就是你会每一次都需要跟 比如说这家店的人商量好说 我可不可以拍照 还是说你就直接拍就好了呢 因为现在我不懂新加坡 但是我觉得新加坡还好 它好像没有说不能拍照怎么样 但是因为国内 这边会有一些 大家可能都很多是想来拍妹妹的照片 然后很多店 他可能不允许拍照 但是我我还是会礼貌性的去问 说可以拍吗 或怎么样的 那很多店家或者店主 他们其实是愿意的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他不愿意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说到底去看一家店 还是为了去认识他 那拍照只不过是说 我想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 那分享我是因为本身是爱拍照 或者说拍照 摄影爱好者 那所以我会希望把这个美好的部分 记录下来 就比如说这家店很棒 我会希望说在我分享出去的时候 能够通过很棒的照片 让大家感受到这家店很棒 那如果这家店可能说 没有办法 就是让你拍照我也没关系 我会用文字的部分去表达出来 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分享的 一个分享欲吧 就是我还是希望把美好的东西分享出去 不在乎他是照片还是文字 那只不是说如果他没办法用照片的形式 来表达我的喜欢的话 那用文字也OK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听得出来 你是就是分享欲很强 然后就是看到很美东西 就很想要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感觉 对 那我刚才想就是说 那拍照听起来比较像是 你目前好像业余做 就是业余 比如说下班时间或周末 你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 那你的工作本身 跟比如说拍照是有重合的吗 有诶 因为我本身因为是做美学教育嘛 那其实我们会需要给到学员拍照 然后呢会需要拍课程花絮 然后工作中会用到很多需要拍照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团队其实有很会拍照的小仙女 然后其实这个部分 大家我发现其实爱拍照的女生真的还蛮多的 然后他们拍的也很好 所以这个工作的部分 虽然我现在不用负责就是拍很多 但是在我工作中还是会用到 而且还蛮多的 所以我会觉得你的爱 我的爱好可能跟我有热爱的领域 以及我的技能 其实还蛮重合的 对啊对啊 听得出来就现在你就是处在一个很积极 然后非常热情的状态 那你就是比如说接下来对你自己这个拍照方面 或者说这些美学方面 你有怎么样的期待呢 就是继续保持它是你的一个兴趣呢 还是你要还会想要怎么样更多的去发展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成长的人 然后我发现了我上场的部分 一方面我会希望我保持这个记录的习惯 第一方面我也希望我的作品 或者说我职业化的能力 在美学领域能够更有所精进 那拍照这一方面同样 因为是我的技能嘛 所以我也会在这一方面会刻意训练它 因为拍照从热爱到你真正的去变成技能 然后职业化 然后在你在这个领域你想做到 你有一个你的榜样的力量 可能它是一个很棒的摄影师 然后你就会很想朝着这个目标去说 我想把照片拍得更好 更能表达我自己 接下去我的期待吧 或者说我精进的方向 还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在拍照这些技能身上 有所更精进的成长吧 那你现在就是花在比如说学习拍照 或者说就在精进技能方面会花很多时间吗 因为我还是建议就是 将你一些精进的学习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能够融合工作 融合在生活里 我觉得会更好 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 你的学习的部分 跟你真正工作生活的部分 不要隔离开来 就比如说 在周末 哪一方面探电是我喜欢的 然后我在周末又能约上我 可能我的朋友 然后去交流 然后其次呢 我又能去练习拍照 因为刚好约他们 又能给他们拍照 或者说又能拍下这家店 等等 就是一方面你是在体验生活 一方面你又在刻意练习你的拍照 因为拍照这件事情一定是多练的 而且一定是多看一些好的作品 那你看了时候你肯定还是需要实践的 那我就会在我的工作中 以及生活里就不断地刻意训练他 所以我会觉得 他没有说花特别多的时间 而是因为 我现在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融入到我的工作和生活里 嗯 对 我觉得这个状态当然是最棒的了 就是你能随时在自己的生活中 就是又做着自己热爱事情 还又在成长 就你也提到你很爱成长嘛 对 对 所以除了比如说咱们刚刚都在聊 蛮多拍照方面的话题 我觉得除了就是你热爱拍照 或喜欢记录这一点之外 你刚提到的你热爱的成长 还包括哪些方面呢 我热爱成长 我是很 第一我可能除了拍照 或者说那一方面的事情 我其他在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阅读 然后就是要么就是运营社群 这一方面也是我兴趣的 因为你 我跟小雨可能做了这一个首战社群 我发现这个首战社群 能够影响很多人 然后这一方面也是我的一个 一个初心吧 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 能够让别人有所成长 然后你分享的东西 让别人有所成长 这也是我其他 除了拍照之外 我的热情所在 然后其他的成长 可能还包括我 我很喜欢阅读 所以除了拍照 工作生活 更多的剩下的时间 我可能就会大量的阅读 如果有时间的话 会去旅行这样 我觉得都是我成长的 很多种方式吧 对特别棒 对你刚提到了这个首战社群嘛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 我知道你跟小雨 是两个人一起合作 来做这样事情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你自己的新的一些改变 对你的影响吧 因为做社群 其实你们现在这个社群 做的也真的挺大的 你觉得对你自己 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就是刚开始 我跟小雨只是就是 可能把他当个兴趣小组 去经营或者说运营吧 然后当发现 大家对这件事情 对这个小组的反馈 越来越好的时候 就会对我们产生期待 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 可能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然后才能就会影响更多的人 因为你会发现 你分享的东西 可能手上这一块 以及可能更多的是生活方式 然后打开了很多小伙伴的 可能认知也好 然后让他们成长了很多 所以一方面我就觉得 让他们成长 本身反馈到我自己身上 我也是跟着一起成长的 因为他会 其实就是逼着我们输出嘛 那其实因为你要不断的 给到内心的内容 好的内容 你自己是一定要大量的输入的 所以我会觉得 做社群也好 做课程也好 做这种博主也好 或者说本身做自媒体吧 我觉得就是倒逼我输入 学习很多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身边的人 去把你推进 我希望你给到我什么 那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化的 就是学习成长的速度 可能没有那么快 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他们的对你的那种喜欢啊 然后尤其对你内容的喜欢啊 就会反而促进你不断的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吧 对那你讲到就是这个社群 一定也帮到了很多人嘛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很具体的 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 小故事或小例子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社群 其实是网络上的 它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能聚会 当然也有在新加坡 可能每个月他们有 现下的首张聚会 那其实现在更多的社群 是全国各地的 小伙伴在一个群里面 然后大家不断的每天交流啊 什么的 我会觉得印象最深的是 因为陪伴我们大概16年 到现在有4年了 就是有的小伙伴陪伴我们 整整4年了 然后我们见证了 他从一个非常 也不能说非常速 就是刚开始在学习 可能插画这件事情上 不断的记住精进 到现在可能可以设计出贴纸 然后可以设计出微信的表情包 然后以及他的才华 慢慢被更多小伙伴所喜爱 可能他现在也成了一个 可能是一个KOL或怎么样的 我会觉得他在这个社群的成长 是非常迅速的 而这个不仅仅是个例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身边的小伙伴 他你是肉眼可见的那种快速的成长 他就跟着你 然后一起成长 那他成长也带动着 我们也被激励的成长 所以印象很深的 就是你会发现 他们就是从 可能你刚认识他们 可能就觉得 是一个还挺可爱的小伙伴 然后后面发现 他成了一个比较有人气的 可能博主啊什么的 就是你会见证 他们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对听起来就感觉 就是这个氛围非常的好 大家都是非常鼓励支持的 这种氛围 还有一种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 因为每个人可能 不是所有人可能都在一线城市 或者说生活体验都很丰富的那一种 可能他们有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然后也渴望的就是 希望自己能够接触 认识到很多新的资讯 或者生活方式吧 我觉得更多的是生活方式 我觉得做这个社群最大的意义 就是他汇集了不同生活方式的人 然后彼此交流 然后影响着彼此 那你本身可能只是一个 按部就班的一个可能公务员 但是发现在这一个里面成长 你会打开了可能新的生活方式之后 我就觉得很多时候 他们自己认知上的成长 也是很快的 就是给到他发现 原来我不仅仅只是可以 在一个三线的城市 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去达到我想要的 理想生活的状态 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个群体 他可能不知道说 还有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在这样很大数据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性吧 对 对是可能性 对 那我在想 其实像你们如果 因为你们两个都有正直嘛 那还要负责这样一个社群的话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遇到困难吗 或者说 比如说单纯来讲 时间可能会比较紧啊 等等 会啊 就是 总不是那么 完全特别特别顺的时候 因为当外界对你的期待很高的时候 他们就会不断地去push你嘛 然后但是你的经历又没办法 做那么多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面临着可能成长 没有可能手段社群成长的 没有想象度那么快 外界就会有很多声音去告诉你说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这样 你可能可以走商业化啦 你可能可以怎么样 然后我跟小语都觉得是可以 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还是我们两个人 都是那种很纯粹的人 很纯粹的人就是没有想好 往哪一步的时候就会慢下来 所以有段时间就会觉得 是真的想要这么快地去发展吗 可能也当我们没想好 没有对他的未来想好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会处于那种 可能也不能说是停滞 就是成长的时候没有那么快 然后就是重心又回归到 可能我们自己的生活本身 所以那段时间可能就慢下来了 慢下来之后我们就调整 因为外界的可能就希望 你们可以可能有哪一些改变呢 或者说你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 然后所以就是我会觉得 也不说不上困难 就是更多了去访思吧 就是到底要什么 对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去平衡 可能外界的想要的东西需求 跟你们本身你们个人想要的需求 就是去把它做一个平衡 是的 对但是你们目前真的已经做了很久了 已经四年多了 然后也看得到这个社群成长得很快 因为对虽然它慢了一点 就是就是不像是很多 因为如果现在放在国内的话 可能很多都已经孵化出很多的产品啊 或者说已经有非常成型的商业模型 但是我们并没有做这一方面 一方面我们想把自己的本质做好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全职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我们真的热爱的部分 我们觉得它有意义 它必须在存在 但是就是说 它真的以后要做成什么 没有想好的前提效果 不会随意的踏出哪一步 对 所以其实你刚刚其实也聊到了 就是当出现这种 说一边出现其他声音的时候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比较好奇一个点吧 就是你们怎么应对外界的这些声音 我们就会还是保持初心 就是也不能说屏蔽吧 就是我觉得还是坚持自己比较重要 如果自己的直觉觉得说不支持不认可 但是我们又觉得是对的 我们还是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外界的声音去评价我做一件事情 应不应该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自身的价值观出发 如果觉得这是对的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 以及我觉得初心很重要 就是你为什么做一件事情 它一定不是说我为了得到什么某个结果 而是你就是很想要 我觉得就是要觉得它有意义 有价值 然后能够影响他人 我觉得这是初心吧 那如果影响初心的事情 如果身边的建议 不认可的声音 会让我停下来反思 我可能这件事情 或者说这个项目做得好不好 如果有不足 可能我就会调整它 那如果我是坚持自己是对的事情 我还是会坚持自己的认识 对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就是 你真的是非常可以坚定自己内心想法的一个人吧 你觉得这个状态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是跟思维上的成长有关 就是可能在大学的时候 第一那个时候可能砍压能力 然后经验都不是特别足的时候 你很容易因为外界的影响去怀疑自己 自我否定是大家都会有的事情 那只不过是说那现在的我 我觉得我可能就更加笃定我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像你前面我们提到的 就是当你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容易被影响的人 可能大部分就是还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就是当你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有比较明确的目标 目标感很重要 然后你有明确的目标 有比较好的方向感的时候 身边的人其实说到底不会影响你的 影响你的 我觉得不支持的声音 因为你没有办法 可能我一开始的认知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去你所做的事情 去满足所有人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 他用他的角度去看你的一件事情 但是每个人的看法 其实是都可以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你总会找到同品的人 你只需要同品的人 你喜欢的 或者说你认可的 你的那一方 那类同品的群体去支持你 我觉得就够了 没有办法去满足所有 不同价值观的人的期待 因为我就觉得 不用火在别人的期待里 我觉得还是回归自己本身 因为你把一件事情做好了 自然而然会吸引你到 认可你的人 就是有这一方面 比较笃定的价值观之后 你就会越来越 也不能说是淡定 可能更多是从容吧 就是当不认可的时候 现在已经慢慢的 不会那么影响我的情绪了 当然会自我否定 我是不是不够好 但是我发现 其实每个人都是 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我就觉得可能现在的我 可能也是因为经验啊 阅历的成长吧 让我觉得可以更加稳定 或者说更加的理性的 去看待身边的声音 不会出现太多的波动 而导致很强的自我否定 嗯嗯嗯 对对是 就是那你觉得就是 如果推荐大家 去用一些方式 去认识自己的话 以你的经验 你觉得什么样的是 更好的方式呢 我身边 我有接触到很多人问我 他说 我觉得你很棒 你又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 包括我自己的身边 就很多朋友 都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我自己上乘了什么 嗯 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包括我的工作 不知道我这个工作 呃 是不是我要做的 它看下去很好 但是不是我想要做的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这 这都是不够了解 自己的呃表现 对 就是你不知道 喜欢自己 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第一我觉得是因为 你体验还是不够 第二个你可能还是要找 你你还是要去找你 喜好或者说 兴趣的领域啊 或者说方式啊 就是你在 你在稍微对自己 自己有所感兴趣的领域 你一定能找到榜样的 然后那个就是 你的一个方向 如果连领域都没有找到 或者说连自己喜欢 都没有找到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之前 更多的还是去体验 嗯 还是去收集世界 我们说的收集世界 就是你还是要去干 很多很多的生活方式 就是像你说的 就是可能性 你要看到别人的可能性 你才会说 哦原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原来这件事情 是我喜欢的 但你没有一个 打开世界去观察的时候 嗯 你很难找到那个点 就是你没有去体验 你不会知道 你原来 其实是喜欢这个的 我就觉得 是这样的 就是 所以我会觉得 认识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是 还是要让自己 多去看世界吧 我就觉得 一定要打开自己的世界 因为 要不然 如果太局限的话 你很难去找到 自己的可能性 因为你找不到榜样 找不到方向 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你看的足够多了 其实 你就会 至少在 某个领域 或者说某一个点 你是能觉得 能感受到 自己是喜欢什么的 对 非常同意 对 所以我也是觉得 就是体验 其实肯定是最重要的 但是可能每个人 他用的方式 就可以不一样了 就比如 其实你前面提到很多 你会通过 去不同的城市嘛 然后去旅行 然后看书 其实这都是 很多很多种方式 去让你打开 一个一个的新的世界 去了解 对 如果 因为很多伙伴 他不一定是 像我当时的工作 能够选择 不断地去接触 不同的城市 他可能就生活在 一个小城市 但我觉得 不要浪费 互联网的价值 就是你会发现 微博 以及Facebook 你可以认识很多 接触 看到过很多生活方式 其实那些都是 你可以打开的世界 就是地域 或者说城市 都不足够 能够把你限制住 一定是 我就觉得 你就可以在网络上 大量找你 大量看 而且我觉得 看书真的很重要 除了看书 我就觉得 要不断地去接触 你身边优秀的人 通过一个优秀的人 你能去认识 更多的优秀的人 这是一个不断地累积的过程 当你认识了 比如说这个圈层的人 你就会不断 不断升级的圈层 然后你身边的人 就会 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优秀 然后让 把你自己也 往 也更升级吧 所以我会觉得 你就会有一个 更好的思维方式 去应对你生活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 所以你如果还不够 足够认知自己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方面 可以去做一些 可能自我认识的 可能一些测试啊 这一方面 能够了解你的性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也有一些职业的 那个测试 他们可以做 第三个 就是可能网络上 去大量地去 增加自己的视野 如果有机会 有精力 有资本的话 我就觉得 真的还是得走出去 对 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些 我觉得也很棒 就是特别是关于 认识到 就是更加更加优秀的人嘛 说实话 其实这些方式 它都是蛮低成本的 然后 对啊对啊 而且又很高效 就这个 我也是最近体会很多 特别是在做 这个节目之以来 然后就经常 经常是要采访嘛 然后就发现 大家真的就会 越来越 就你就真的是 通过一个人 又认识一个人 然后这些人就 每个人都那么优秀 然后你就会 得到很多很多 新的想法 然后从每个人身上 都可以听到新的故事 就很不一样的 就像看这个世界的 另外一个角度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 因为这个节目特别棒 我会觉得 第一 也算是认识一个人物 他背后的生活方式 然后不断的 一方面打开了听众 一方面也 我就觉得 你自己本身也会接触 很多不同领域的 可能他们身上 也可以学到很多 然后我从可能 这一个播客的内容 我也能学到 不同的人的可能性 就比如说小雨 她有她的领域 有她的思想 那可能作为 我作为一个 可能爱好拍照的 可能有从我的角度 去怎么看世界的 因为每个人 看世界的角度 不一样的 然后上场的点 也不一样 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说 小雨她可能 文字的记录 或者说她语言的 表达特别好 那可能也是 我学习的部分 所以可能就是 通过不断的 去这样子学习 然后去接触 认识 认识其实也不一定说 我必须 现实生活中认识它 我可能还能 就是我网络上 关注它 我就是看它 发的内容和思想 就能让我 做成长了 是 这个就让我想到 真的之前 有一个听众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之前 有请过戏剧 方面的朋友 然后他就说 他其实以前 从来没有 关注过这些 但是他听了之后 就忽然发现 自己还挺喜欢的 然后就开始 去往那个方面 去研究啊 甚至可以去看 去看花剧啊 等等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蛮好的方式吧 就是让你看到 还有人在做什么 其他的事情 然后有可能是 你没有发现的 一些兴趣 对啊 所以就是 就像你刚才问我的 就是 不知道 用什么方式 认识自己 我就觉得 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去认识你自己 因为你 见得人 见得生活方式 不足够多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知道 自己还可以这样的 或者说 不知道自己 还喜欢这个的 然后才能找到 自己热爱的 我就觉得 所以就是 还不知道 自己兴趣 爱好是什么的人 我觉得 我就建议小伙伴 真的是可以 多去认识 不同领域的事情 所以一定可能 就是要保有好奇心吧 就是 多 多学一些 可能之前 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你会后来 慢慢慢慢的 可能会发现 哦 我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就有明确的感受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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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我觉得 你今天的分享 应该也会 打开一些 小伙伴的 新世界 可能就会觉得说 哦 原来这么喜欢 美的一个人 对啊 我觉得美学 这个其实我之前 我听过 但是我也不是很了解 到底美学 这个领域 在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美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具体现在 作为美学领域 你们美学教育 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很 很新奇的一个 一个新的领域吧 我原来也并不知道的 其实 喜欢美学一回去 当你真正在 这个工作的领域里 你认识美学 又是另外一方式 就是这本身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细分领域的 一件 一个职业了 然后 所以就是很多人 印象中 其实不知道 美学到底是在 干嘛的 就很多人大部分 其实提到美 可能还是生活 美学比较多 那么就是 外在形象的提升 那其实 在细分 每个维度 比如说 形象理 然后 商业美学 可能就不是特别了解了 是 商业美学是什么 商业美学就是 更多的是 美学领域 可能一些 商业模式的创建 因为本身 我们服务的客户 很多是做 美学领域的创始人 或者是主理人 他可能是一个 花店的老板娘 可能是个买手 可能是时尚博主 那 他们当然在自己的领域里 都有很好的美感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精进 就比如说 我们有专业的色彩的知识 那如果你掌握了色彩搭配的知识 你可能能够把色彩搭配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 这其实就是你 建立在基础的美感之上 你其实还可以在细分去学习 研究的部分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 因为真正色彩美学 形象美学里面 他其实有色彩美学 风格诊断 这也是比较专业化的素语了 就是他其实 各个国家 其实有他自己的可能美学体系 美学知识体系吧 在日本 美国和香港 其实都已经有很成型的 一个 类似于形象管理方面的 课程和培训这样子 对很有趣 像这些 我就会等一下想去查一下 去听 对对对 还蛮特别 只不过是在国内 在中国这边 会知道人还不是那么多 如果不是我本身 从事的这一个工作的话 我其实不懂 他其实背后是有哪些模块的 很棒 我觉得这样 你也是为大家带来了 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 可以认识的东西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有形象顾问这个职业呢 是的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 欢迎留言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并且在喜马拉雅上面 帮我给节目 打新评分 这样呢 会让更多的人 可以有机会 听到这档节目 在微信公众号 看见自己 heeryourself里面 会有文字稿 以及嘉宾的联系方式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 把这档节目 做得更好 下期见